小米聊天 嘩 現在一直都會去這些公園錄音 要遇花香 因為很早起床 今天想說什麼呢 想說說一些偶像感情 最近你知道 呂雀安Edan和林明禎 就好像說有好感 想拍多 地下情 接著就惹來的粉絲不滿 各方面又要棒打鴛鴦 大家心心會覺得 哇 你有什麼年代 2024年還有這些東西 其實娛樂圈是這個前規則來的 我想現在今天 我想很多新秀簽的所謂經理人 一定有其中一條條款 人工鎮就不要說了 一定有條條款就是不准拍拖 不准結婚 不准生孩子 你信不信現在還有這些東西呢 絕對是 我想都是一個挺 我想都是一個潛規則 是不是呢 因為捧你 你捧了一年 你跟著狗公 如果是女人計 走了 什麼都沒有 就是這些 這麼多年 只有好像 我可以記得了 很多發生了 不過當然最出名的是伊莎貝娜 伊莎貝娜當年跟這個小超人 是不是 幫小超人生孩子 最後就強如楊先生 你都小超人出面 妳解不解這張藥 那都要解釋 是不是 不可以不解釋 那之後就解釋了 變相就是 即使都是另一 這件事我想是我最深刻 因為幫手宣傳這件事 拆解 放一張照片出來抱著子女 那個就是我的偶像 我沒有記錯是努明雪小姐的 拆解這件事 我記得了 那這件事我認為最經典 因為老實說 很難以為在英網公之下 楊先生手下 竟然能夠可以逢空發吉的 真的 感覺上好像很少 這樣可以刷到的 好了 那你說這件事 我看到那些粉絲 有些人寫得很兇的 又說 喂 沒我懵你 有金人 就是我不知道那些所謂那些 那些隱形Edan嫂 為什麼會黏了線 就是好像覺得自己有那個無限權威 好像好像 不知道 花姐都好像沒什麼說話 ViuTV 他們的管理階層都好像還沒回答 那因為現在Edan正直當打 27歲 當然他很奇怪 喜歡林明禎 林明禎是美女之類的 見人見智 我不一般 但是很多人都很喜歡瘋狂 但是這段感情 我不先說真還是假 其實當初我以為是炒作 因為以Edan這樣的一表人才 你不會來找個姐姐的 林明禎今年我沒記錯是34歲了 就是大七年 那麼大七年 Edan不需要找個大七年的姐姐 除非你是貪惡林明禎的名氣而已 Edan也不需要啊 雖然你可能在鏡仔裡面 你不是第一把交椅都前幾個了 是不是 而且這些所謂的第一把 第二把交椅 未鬥到最後都不知道誰會贏啊 可能表面你說姜濤 紅霸 但是去到最後 未必是這樣啊 還有那些鏡仔很多都在拍拖 很多都公開秘密 我又不覺得是什麼啊 為什麼會 但是去到這個呂著安那裡呢 就特別是 野來無限的 讓人感覺到那個問題呢 我真的到現在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獨特見解 就是會覺得 喂 為什麼去到呂著安那裡 是特別多人覺得 有個問題在那裡呢 就是你有沒有人告訴我為什麼呢 我真的到現在 我都 若若一問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當你感情 是吧 就是喜歡有個姐姐 不奇怪啊 我們年輕人小時候都試過喜歡姐姐的 就是有些女兒 覺得感覺是很厭禮的嘛 就是小時候 我們年輕人小時候 可能很喜歡吳嘉麗的那類型的女人嘛 大理可能大理五六年 我小時候十八九歲試過的 就是喜歡那些二十五六歲出來打工 有些女兒 哇 二十五歲 有一個大我兩年的 很喜歡她 但是那個年代不知道為什麼 姐姐不喜歡弟弟 多年代 所以引發起 當然無疾而終 事後回想起 都是一個愛情的經歷 現在林明禎好像山後滿 我看一些報道 大家都在了解好朋友 因為林明禎很多事情做的 多事情做到你不相信 林明禎是非常多事情做的 很多 連攝影 現在 你說什麼 魏康 你改了什麼中文名字 我都不記得 他也有很多事情做到黃 反而香港去很少 去去去都是那兩套 但那兩套我不喜歡看 不好意思 但是他可能成為一個胸大掛 所以成為了性感偶像 當時另外性感偶像自然就是 那些獨男人都喜歡 那些人就砌 伊達也喜歡大胸 真是多厲害 那這些事情又是 我覺得是有些 喜歡又如何呢 現在我就 很坦白 不是幾十年前 我覺得其實要愛就愛 當然 如果你給我做經理人 低調一點就可以了 不需要屌你這些 現在的粉絲之惡 我都覺得好 很多人害怕 可能近年真的我們 這十年都沒有出過這麼強的粉絲 這十年都沒有出過 應該沒有出過 以前我們年輕人粉絲最厲害的就是成龍那些 因為成龍那些知道你結婚會跳樓的 日本那些 不是香港 日本粉絲會跳樓的 真的有事啊 不是老作啊 搞得成龍真的有藉口說自己還沒結婚過 明明我兒子幾歲啊 黃祖明 黃祖明 那你為什麼會死不認呢 最後就好像不知道哪一年 阿都姐訪問成龍成龍 應該沒有 是吧 多年來跟林寶嬌 那時候要是訪問過成龍 要是成龍說 因為他那時候去九龍堂 那個辦公室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過過 以前你經過獅子山順 你會經過辦公室 很漂亮的 因為我送過貨去那裡 我年輕人送過貨去 因為所有成龍的老友 尤其是台灣來的 如果你訂了東西送去 一定是送去成龍這個辦公室 因為當年陳志強還是成龍的經理人 那他那些鼠隊那些人呢 即是張聰那些 買了東西呢 就一定要我送去成龍那個九龍堂那個辦公室的 那我們就送了去 我們進去看過那個 哇 很漂亮的 那時候那個辦公室的九龍堂那個 我現在不知道他買了沒有 那時候成龍就 因為年年都會有 因為當年成龍在這個 十大 就是這個愛國明星年 所以很多日本女兒呢 就喜歡當成龍是老公的 那成龍就 因此如果成龍 如果孫木結婚呢 真是有人自殺 真是有自殺的個案 所以成龍就被他寫口了 正啦 哇 我自己還沒結婚了 哈哈哈哈 好正啊 這個結婚真是 真的因為有發生過命案 所以呢 搞到這件事就很 就是很順理成章 跟著大家就講自己 所以就是往後就 大家都以成龍這個 就是我成長的階段 就是早期這個不說 是用成龍那個版本 很多人都會隱藏自己 說自己沒有女兒啊 沒有結婚啊 沒有拍拖啊 用這條條 跟著就 跟著就 娛樂圈的前規則 剛才我講了 苛刻啊 你拍拖 你拍拖就賺不到錢 我扔這麼多錢 捧你你老闆 你轉頭跟著狗公走 找狗娜啊 結婚啊 我們還有 還有可以買 就是 其實偶像都是買一個性 就是有些性的 別以為 我不知道 大家不要裝髒了 你當年你擒你喜歡的女明星 男明星 你有沒有試過 把她想著跟著 希望有一夜遲見 很少說沒有 當然可能 你們老實說沒有 我也是很正經的 我初戀男朋友就是我老公 我當然催你不能著 變成了那個廣告 但是當時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當然我這次就覺得不用這麼兇狠 呂雀安也有些實力的 你們這些恐嚇 當然呂雀安也一定有些投鼠忌器 公司會提醒你 你喜歡也好 你是炒作也好 你不要弄得這麼困難 因為有時候真的收不困難 如果有幾個小女孩玩大了 而且我見這次他們的鏡子裏面的粉絲 有些都不是小女孩 我都激了 有些我看文筆都不像是小女孩的 好厲害 都叫做 哇 比買樓的辣椒還要厲害 都相當厲害 證實了很多事情 你做這行業吃得鹹也看得下 但是我覺得這個年代是很曬的 就是曬叫氣 是不是 你恐嚇得多久 我真心 人家經常 因為你一輩子不結婚嗎 還是你們本身結婚 就是他拍檔 你們要幫他選擇呢 是不是 其實曬夠氣 有時候我也提一下那些偶像 就是那些粉絲 有時候醒一下 你發燈得住一個明星 明星都是賣去自己的實力 賣去自己的表演藝術而已 就是從而或者你覺得他的人 再從而去到再深層次一點 那個性格 你覺得他可愛而已 但是你不會 進一步會覺得 嘩 你這樣那樣 對不對 你去到這麼深層次 你本身自己都有點癡狗線 我覺得 可能我真的得像 是吧 所以我覺得 他跟林明晶最後怎樣 老實說 去到尾 現格來說 就是關你的事 對不對 你們可以怎樣 你除了說 我又不能追捧他 我拉隊走 如果他真的有實力的 他真的有能力表演的 一定吸引到觀眾 坐在身邊 不會一個林明晶 拆摸他 對不對 我不知道大家 感覺怎樣 我覺得 整件事 我覺得就 很有趣味性 2024年 還有棒打鴛鴦 當然 我覺得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消息 我覺得 我說 ViuTV團隊 不用又作得這麼大 最近也沒有什麼女神 對不對 就是上一代 周秀娜 已經是上一代 對吧 這一代還有什麼 什麼性感女神 我小米 已經去到林明晶 林明晶 我不是說要否定他 但是已經34歲了 就是現在有沒有 二十多歲的性感偶像 有沒有介紹一下 給小米認識 給小米認識 小米讓我追一下 對不對 讓我有一些性幻想也好 對不對 這麼老 我現在看到好像近年都沒有什麼 已經說到林明晶 但是 如果真的有一天 你把他的性感受到 那時候 你覺得他懂得 你覺得他可以做 你覺得他應該做 他可以做 他去做 那麽 他可以做 他可以做 你覺得他可以做 這集就講到這裏 接下來繼續和大家聊小米聊天